我是凌鱼 也是何家荣 1062集 严总 严总 话说过了 严伦的那个金发手下急忙提醒了他一句 说话间他小心翼翼地往窗外看了一眼 显然怕隔腔有耳 严伦的面色微微一变 似乎他立马领会到了他的意思 陈生说道 妈的 你怕什么 老子给他钱他是没办法 他还有理了 就是他站在我面前 我都照骂不 他的嘴上虽然这么说 但是说话的声音确实不由小了许多 宛如蚊子哼哼一般 他也知道跟这帮人打交道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严总息怒 其实我对这一行倒也有一些了解 有时候虽然什么都规划好了 但是中间出个意外 就容易把事给搅黄了 毕竟风险太大嘛 不过好在这一次 虽然没有做掉何家荣那小子 但是也没有暴露我们的身份 您大可放心 金发男子急忙笑呵呵地冲阎伦安慰了两句 而且冥王那边说了 下次行动肯定能够成功 您消消气啊 我刚才特地帮您叫了个刚入行的嫩魔过来 让您下下火 能够成为阎伦的贴身助理 这个人自然有两下子 总是能在最合适的机会讨阎伦欢心 阎伦闻眼面色这才缓和了几分 摸索着大腿仰着头说道 要是什么雍之俗粉就算了 他说话间 不由想起了江炎和叶青梅精致的面容和曼妙的身材 忍不住心头骚动 呵呵 包你满意 金发男子一笑 接着打了个电话 很快门外就传来了敲门声 接着一个身材高调火热的年轻女子便走了进来 一身贴身的职业套裙 配上肉色丝袜和细高跟鞋 再配上那出众的面容 倒也颇有几分 风情万种 更主要的是从面容上来看 他竟然跟江炎多多少少有些相似 言伦健壮 眼前陡然一亮 猛地站了起来 提了下裤子 拍了下金发男的肩膀 哈哈大笑 嘿嘿 还是你小子了解我啊 说着 他便搂着这年轻女子准备上楼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 他突然顿住挥过身来 有些不放心地冲他嘱咐道 对了 虽然明王这次行动没有暴露我们 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把泰伦他们都叫过来 晚上加紧戒备 这个您放心 我早就把人都调过来了 金发男信誓淡淡地保证着 别说人了 就是只苍蝇啊都飞不进来 言伦这才点点头带着女子上了楼 进了卧室 他已迫不及待地把这女人扔在床上 随后整个人扑上去 因为压着这女子的时候 他满脑子响的都是姜岩 整个人无比兴奋 最后身子一躺 搂着身边的女子心满意足地睡去 哎 醒一醒 哎 就在言伦酣睡的时候 他突然听到了沉闷的呼唤声 而且似乎感受到了 有一个冰凉黏乎乎的东西 在自己脸上拍着 空气中迷迷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味道 言伦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摸了摸脸上的东西 发现有些粘稠 而且还带着一股腥味 他不由瞬间清醒了几分 伸出手来摸索着想要去开灯 一扭头突然发现 床边竟然坐着一个黑影 什么人 他吓得浑身一抖 彻底地清醒过来 猛地去摸床头灯 但是他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右手 似乎整个被压麻了 有一些不听使唤 而且还有些异样 他来不及多想 急忙用左手去开灯 啪啪一声 抬灯一股暗黄色的光芒 陡然间照清了床头上的那个人 只见这人面如枯木 自嘴角到耳后一条伤疤 在昏黄的灯下照射着 显得无比阴森恐怖 是你 严伦一眼便认出了坐在床前的百人图 身子猛地打了个机灵 瞬间面无血色 尤其是看到他手里还拿着一个沾满鲜血的匕首 他的脑袋嗡的一声 陡然间一片空白 他做梦都想不到 在他熟睡之际 这个人竟然会如此出现在他的床前 要知道他这宅子内外可都是金发男和泰伦等人的护卫 他话问完了之后 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床单上 枕头上布满了鲜血 他的面色大骇急忙低头顺着那血迹看去 接着便看到了自己血淋淋的右手 而且他的手上竟然只剩下了三根指头 小拇指和无名指已经不知所踪 创口处粘稠的血液正鼓鼓地往外冒 你对我做了什么 言伦顿时如杀猪一般地惨叫起来 左手一把捂住自己的右手 声音带着哭腔 凄厉无比 又惊又恐 他下身陡然湿热一片 一股浓重的骚臭味道扑面而来 毫无疑问 他被吓尿了 怪不得刚才他起身的时候感觉自己右手有些异样 原来他的指头在他醒过来之前就已被百人图切掉 可能已经睡迷糊了或者是百人图刀法太快的原因 所以他刚才没有感觉到一点疼 不过现在他倒觉得创口宛如火烧一般 灼热疼痛不已 救命啊 救命啊 泰伦 买尔斯 快来救我 言伦一边用力地用双脚蹬着床 往后退 想远离百人图 一边扯着嗓子大声地喊了起来 百人图坐在窗前的椅子上一动没动 自顾自地将手中沾染的血迹往床上擦了擦 泰伦 买尔斯 瓦格丽特 你们 你们都聋了吗 言伦吓得浑身抖隔不停声嘶力竭地喊着 但是让他意外的是 外边丝毫动静都没有 而且更为怪异的是 睡在他身旁的女魔仍然在床上纹丝没动 哪怕他快要把她挤下去了 这个女人仍旧没有丝毫反应 唉 省省力气吧 你司机 助理 保镖 总共八个人 已经全被我打运绑在一起了 百人图把匕首擦干净之后 这才不紧不慢地冷声说道 至于阎伦背后的那个女人 一开始 他早已被他打魂过去 阎伦听到这话 宛如被雷击中了一般 身子再次地猛地哆嗦着 浑身汗如雨下 眼神无比惊恐 接着 他猛地起身跪在床上 嘟嘟嗦嗦地不停给百人图磕起头来 声音里带着哭腔不停地说道 大哥 大哥饶命 大哥饶命啊 我知道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该死 我该死 说着说着 他便忍不住痛哭起来 哭声中带着无尽的惊恐 他知道 倘若真如百人图所说 他的手下都被打魂 那也就意味着他小命彻底掌握在人家手里了 人家想解决掉他 不过就是一刀的事 所以 这一下 他是真的害怕了 压根顾不上什么 廉耻尊严 哭喊着跟百人图求起情来 百人图冷冷地扫了他一眼 淡淡说道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吗 言伦身子一紧 无比惊恐地抬头望着百人图 他颤声说道 不 不知道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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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